豌豆酥醋 鱼香味浓郁 特别是夏天来了 吃上一盘 鱼香豌豆是比较酸口的 大纸的菜加上的味 我是泄滑的 鱼香豌豆呢 这道菜是我们传统穿菜的冷菜 穿的的话 等次高的也可以剩 低等的也可以剩 大配豌豆 大块的豌豆做成成菜以后 这个玻璃砖很圆润饱满 用刀斩豌豆 要刀下去 它起码能够斩上我这个 用筷子把它刮下来 斩第二个刀 一直要把它斩完 只能轻轻地斩一下 看生了呢 炸的时候它就会称点慢 就不好看了 基本上每一颗豌豆都要形成它一个刀散 这样子在下锅炸的时候 避免它爆 姜蒜 再成细末 冲切成细葱花 穿菜的鱼香味 都是用的是泡红辣椒 因为泡椒它有一个特殊的酸香味 适合我们做这个鱼香味 切剂不能用豆瓣去代替 因为这样炒出来的鱼香味的话 不正宗 所有的冰箱要起细 再让它更好的热味 我们在锅里烧油 适成油味的时候 我们就把多细的泡辣椒 小火慢炒 这样子呢 颜色才炒得红 加入姜末蒜末 或者一起炒 都要入小火炒 因为慢炒 它的蒜香味 姜香味 泡辣椒香味 才炒得出来 炒至香味浓油的时候 起锅 凉冷 姜油 加点味 三色糖 两色醋 和葱末 加点香油 多在碗肉搅拌几下 使它的糖 充分浓化 炸豌豆 这个油温呢 我们要准备再洗一层 菜脚就很容易炸死 菜脚很容易炸干 保持大火炸 炸至一分半钟 炸酥了 颜色就很脆 把它凉了 加入我们调制好的鱼香味调量 搅拌均匀 即可装盘 碗子酥脆 鱼香味浓郁 这道鱼香碗子呢 在夏天很受欢迎 也很适合用于做酒 鱼香味浓